欢迎我们关心东台湾大小事 我是陈秀卿 旅游是暂时脱离现在的生活 去寻求身心灵的放松再充电 近20年以来 台湾各地兴起的休闲农业 带给国人另类的旅游模式 跟深度的认识农村 亲近大自然 而花莲县是全国有机面积最广的线份 再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以及天然美景 推动休闲农业就更具特色了 在疫情缓和之际 不妨可以在安心安全防疫的情况之下 到乡间走走 而有关于花莲县的休闲农业区 休闲农业的发展 我们邀请到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处长 吴坤如 吴处长来跟我们分享 处长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首先呢 我们来开中谜一下 什么是休闲农业 农业休闲区是什么 是在农业发展上 第一个部分是农业的社区 那农业社区一般 大概就是进行生活生产生态 这样的一个聚落 那休区其实跟社区最大不同 就是社区是点 休区是面 那最注重的部分是多的景观 还有农村相关的体验 他就是让一般的民众向往对土地的眷恋 可以来到休区做相关的体验 那我们花莲县有五大休闲农业区 对不对 他们各具特色 那可以请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花莲25年前就已经在发展无毒农业 那对全国民众来说 其实花东是台湾的净土啊 花莲比较大的特色 第一个就是兽丰修区的部分 它是花莲第一个推动无毒农业的一个区域 那在这个修区里面 有几个主要生产的作物 包含有机蔬菜 另外兽丰修区有一个养殖的专区 所以它也有三宝 包含无锅鱼 黄金蝎跟贵妃鱼 这是兽丰修区的部分 兽丰修区也有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特色 也是花莲另外一个最主要的文化基底 是移民文化 所以它在早期日本日据时代的时候 包含像丰田丰山 都是很早期日本移民村 这样的一个环境 那它也留下了一些 日本日据时代的一些文化的遗迹 从另外一个阶段是客家文化的移民 这是在兽丰的部分 兽丰往南是另外花莲很基础文化的基地 叫马太安 马太安是花莲最大的湿地 大概是有12公顷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它是阿美族的传统领域 那也因此在地你可以去感受 或欣赏到原来生态的美 跟原来原住民在这里生活的智慧 跟它的美 马太安的名字是阿美族 里面称的树豆 那它也有一些传统 像捕鱼的马拉告 这样的一些做法 那你可以走入这个生态环境里面 另外你可以去体验到阿美族当年在农耕 跟环境的保护上 跟它的美食 那再往南蛮特别的一个地方是武鹤修区 武鹤修区介于北回归线这一条线 那北回归线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个产物的地点 所以在茶跟咖啡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培育地 那也因此武鹤修区在蜜香红茶 它大概是全国很知名的一个地方 那武鹤这一段还蛮有名的是我们的瑞穗牛奶 这个都是现在在武鹤修区这一段的部分 再往南是我们米昌的大梁昌东风 东风是有机的整个村落很大 它联动到后面第五个修区是罗山 所以在玉里副里有金米 我们现在在两千八百多公顷 占全国百分之二十五 我们持续每一年会有百分之十的成长 让我们的干净的环境可以被维护着 那所以往下就是东风修区的部分 那玉里那一段有八大它的美景 也有它特有的这些物产 像文旦米 那另外就是日本人留下的羊羹 那再往南是罗山 罗山是全台湾第一个有机村 在罗山的部分呢 也很有名是我们的泥火山豆腐 在当地也形成另外一个特有的风味 这大概就是花莲五大修区的一个部分 所以听厨长这么说 我们花莲的五大修区都各自特色 而且都拥有全国第一的一些独特性 对不对 好那所以呢 这五大修区呢 我们如果要玩的话 我们可以吃喝玩买 那这五大修区如果我们要玩的话 你会怎么样来建议 其实我会建议大家来 倒不是说只是五大修区这个概念 因为花莲最大特色是半个小时内 你可以上山 然后半个小时内你可以看到大海 尤其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 所有人来到花莲 第一个特色就放空放松自己 因为你会让自己准备下一段要充电的味道 那这个是花莲独有的一个部分 往下我们就五大修区 他既有的田间 他的景观的特色包含美食 那往下你就会开始去接触人 接触农村来玩 包含刚刚提到 从寿风你可以去享受到他的三宝 不管是黄金鲜无锅鱼 在东部吃无锅鱼 那个肉 Q弹 没有沙的味道 另外在有机蔬菜的部分 我们的食用百合又非常有名 马太安的部分你又可以去享受到原民的 他的既有的传统的这些生活 以及湿地的这些美 你如果要吃到最好吃的饭 那个米 绝对要到玉里跟副里 这个就是你随着边来放松自己 欣赏田间的美 还有享受那个美食 喝好茶到武贺地区 对 好 那我们在这些的修区当中 马太安湿地呢 他几乎也得过很多奖 几乎是成为全国很有名的民心休闲农业区 为什么 他有他既有的硬体天然条件 比如说他其实很低度开发 所以在原有的这些山 就是刚刚讲的湿地都没有被破坏 所以他保留最原始的美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 他的文化的软那一段也保留下来 是全台湾最大的原民聚落 其实就在马太安 阿美族的聚落就在光复马太安这一段 所以他原来的文化 对自然的尊敬 原来的人跟土地之间的智慧 其实你可以去感受到他的那个美 再往下 他每一年 大概在七八月左右会有丰年季 所以你去享受到 哇 原来对土地丰收后的庆典 那个感受的热情 这大概就是在马太安 能够很明显带给全国人 很棒的一个印象 是 据我所知 马太安的解说机制也很强 他们的解说的收入 几乎一年上百万元 这是蛮强的 在全国各地来说是很特别的 换个角度说 假设有一天您去故宫 你会希望有人可以细细的说这些故事 把每一个作品 把你引导到当时那个年代来 那也一样 你到马太安 我们有很棒的这些解说老师 他能够带你去欣赏那个大自然里面 你看不到那个深奥的美 另外一部分是他田间这些文化的美 是 我们来探讨 我们发现说最近这十年 很多人很喜欢到休闲农业区 觉得是为什么 其实人在压力后或者繁蛮后 人还是心里有个渴望跟归属 就跟你在家里装潢 喜欢用木头一样 你会渴望那个田间树木 然后你会希望那个大海带来的疗愈跟辽阔 这就是人跟土地离不开 也因此花冬 其实是最吸引人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你心里面有一种 永远人不会离开土地的渴望 这个就是最基础的部分 那随着疫情后 现在生活也有一点改变 因为人大概不会再依赖办公室 未来的企业可能在办公室这一段 也不会把人都集中在那个水泥的空间里面 可能很多的时候都要透过视讯 也因此现在在休闲 可能要跟生活连结 也会跟工作连结 二地居绝对是未来的趋势 来花莲同时生活也带休闲也带工作 这个是未来我觉得最好的选择 所以就把电脑带到我们的休闲区 在这个地方long stay 住着然后可以工作 因为只有最放松的时候 创意才会无限 是是是 处长是从台北过来的 那再来花莲担任我们的处长 所以从都市人的角度来看待花莲的话 我想您是最有感的 所以在疫情期间 大家真的都是闷了很久的时间 那所以在疫情以后 你会给我们这些都市人 或是在疫情期间的这些人 有什么样一个好的建议 可以到花莲来走走 到都市里面讨生活 其实有时候是不得不 生活是离不开自己的品质 品质包含你生活的环境 还有对自己生活那个格调品味 这些品质的部分 收入只是去满足品质的一种衡量 有时候不用花那么多钱 你一样可以拥有那么好的品质 花东花莲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未来可以去想象 你的新的工作方法跟生活方法 把这里当第二个家 带着你的电脑来这里 跟世界做连结 发展你的创意 以及可以协助你的公司 创造业绩不一定 只是在那个办公桌上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 那我们知道说休闲农业区 跟一般的观光饭店 或观光景点还是有不一样的 那所以如果说有游客 想要到我们这些农业休闲区的话 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就是我们游客需要什么样的态度 跟什么样的准备 来到休闲农业区呢 就抱着旅人的态度 因为从过客跟旅人的逻辑下 这一波其实有很多的券推出 不管是农友券或客家券 都是帮助各位可以来这里 很享受的很放肆的去消费 接着慢慢的会建议各位来花莲 找到另外一个邻居 另外一种熟悉的朋友 也许每一季来这里生活 而不是只是来旅游而已 那这会是另外一种很有风味的一种生活 那我想举一个例子是 最近金针山 那常常每一年花季带来很多的人潮 那可是我听到在地的那个业者 他们最享受的 除了花季接待客人之外 还有一部分是花季后 反而有一些老朋友 固定每一年会来住一个月 生活周期也很简单 白天起来吃个早餐出去散步 回来发呆 他的房间或在户外看音乐看书 下午又出去散步 几个老友这样对话 这就是一种很悠闲的生活 而这生活会带来心理 反而是另外一种幸福感 是所以除了竞争季的繁华之外 竞争季结束之后 其实还有不同的宁静 可以接待不同的游客 到这个地方来当邻居 把他当作是另外一个家 那刚刚处长谈到的就是农油券 客家券 那像这些的话 在我们的五大修区可以如何使用 现在这些券都可以在修区里面 不管是吃饭使用 或者是买伴手里使用 甚至在住宿上 只要你消费都可以去使用它 这些修区都有不同的特色 像以利川渔场来说 你可以去蒙拉 你也可以去吃它的冰淇淋 吃它的风味餐 随着周边如果可以跟在地的蔬菜农友 我们在很多地方买到好的蔬菜 都是来这个产区买的 像最近我们现在芋头也都是盛产区 你都可以跟这些农友来做互动 然后取得一些食材 看要自己烹饪也行 所以听历长这么说 我们五大修区的这个方向 不只是你来吃喝玩买 其实更重要是当我们的邻居 来这个地方生活 所以有鉴于此 未来我们花莲县政府针对这五大修区的规划的方向 跟辅导的方向有什么不一样吗 近期县政府正在努力提出不同的旅游 来花莲旅游的方法 所以我们大概在年底会提出至少十个农游的一些建议 那除此我们在产区建立一些视觉跟指示的指引的部分 是希望能够旅人来这里找到朋友 从短接触慢慢变成是一个长接触 因为你可能这一次跟我们这个农户成为一个短接触的朋友 也许你来三天 但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 你会慢慢让自己都变长一点 甚至住到他家去或他周边去 变成推动花莲是你第二个家 第二个生活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现在陆续在推动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样子的方向可能也会刺激我们农友必须要成长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农友他会有什么样的准备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来辅导这些的农友 他必须要有不同的思维来接待不同的客人 其实从生产者到后来 变成是一个接待者 这个转变已经也在进行中 以这一次刺客山当例子 社区的农友本来就习惯说 在这个短期内接待客人 可是慢慢的 他们已经开始也把这个客人当老朋友 长期在做联系 也因此他在花季后也能够继续 让他下一段服务可以一直维系下来 那我们在寿风那一段也是一个例子 是说在生产一些蔬菜蔬果的部分呢 过去你看不到他 你可能在全年买到他的菜 可是如果有机会你到他的田间去接触他 你会理解他种植的这些理念 那甚至呢 你运用他的蔬菜这些 这个部分开始去做料理 跟他形成一个朋友 所以你固定你会有一个周期来跟他拜访 然后变成是你是花莲的一份子 这个就是我们慢慢把花莲可以希望当成 不要只是一个过客 而是一个有生活品质 成为一种你第二个家 第二个生活的环境 是 所以以后来到花莲的休闲农业区 不再是走马看花 而且有一个另外一种心态就是 来做我们的朋友 来做我们的邻居 好好的跟把花莲成为你第二个故乡 今天非常谢谢花莲县政府农业处处长吴坤如处长 带领我们五大休期新的方向 也给我们游客一个新的思维来花莲走一走 谢谢处长 谢谢 谢谢台长 吃 Zahlen 小猣 诺别 你 有 小猣